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结束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在舞台上表演,突然变成提线木偶的故事 故事开始,缩小后的新衣参加了一个日本小姐的庆祝晚宴 突然间,日本小姐的姐姐神情紧张地跑了过来 她告诉大家,自己的妹妹收到了恐吓信 而信上的内容就是让日本小姐成为自己的提线木偶 否则的话将会必死无疑 对于这封信件,日本小姐并没有大惊小怪 她觉得一定是嫉妒她的人搞的恶作剧 说着她掀起了自己的裙摆 她的腿间刚好配了一把刀用来以防万一 回到大厅后的新衣感到身体很是不舒服 她赶忙的躲了起来,原来新衣的身体即将恢复原状 新衣边分析着恐吓信的内容,边躲着小兰 因为她不想把小兰牵扯进来 随后新衣等人发现日本小姐不见了 因为一会儿还要表演,所以必须尽快找到她 就这样新衣等人走到了和日本小姐有男女关系的委员长房间里 但是他们并没有发现日本小姐的身影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表演节目前三分钟 日本小姐却突然出现了 可接下来诡异的一幕就发生了 舞台上的日本小姐居然被吊了起来 就像恐吓信中提到的提线木偶一样 然后她突然从高空坠落 观众们都愣在当场,还以为是舞台效果 而新衣却感到了不对劲 紧接着新衣和赶来的警察对这个案件展开了调查 结果新衣刚调查不久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她让小兰召集了众人准备揭开案件的真相 新衣发现恐吓信上有特殊的雪茄味道 而抽这种烟的人只有委员长一人 委员长这件事情已经瞒不下去了 于是承认恐吓信就是自己写的 但是他却不是杀人凶手 不过他还是被当成第一嫌疑人被抓了下去 镜头一转 一个人正在鬼鬼祟祟的在升降台上寻找着什么 而这个人就是舞台导演 其实日本小姐被吊起来只是为了掩盖真正的死因 同时这个死法又应了恐吓信上提现墨偶一说 正好可以栽赃给写恐吓信的人 舞台导演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可还是被新衣发现了破绽 新衣觉得死者身上有不对劲的地方 这个突破口就出现在死者的头发上 她有一处头发在被吊起来的时候竟然垂不下来 而这个地方正是伤口血液凝固所导致的 就在表演节目前 新衣四处寻找日本小姐的时候 其实她就已经遇害了 她的尸体被藏在旁边的几个箱子里 等新衣第二次来到这里时 发现箱子的位置变了 箱子的血迹证实了死者当时就被藏在这里 但是新衣却始终没有找到杀人凶器 于是使出了这招隐蛇出洞 故意让警察逮捕血孔和现代委员长 从而让真正的凶手放松警惕 回到第一案发现场去处理凶器 原来舞台导演和日本小姐曾是男女朋友 但日本小姐成名以后却变了一个人 对舞台导演各种的看不上 还对她出言不逊一直骂她 舞台导演忍无可忍 一怒之下杀死了日本小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这部电影 不知道你是不是跟小编一样 还是比较喜欢动画版本的新衣呢 好了本期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